2018年2月5号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了 啥是中央一号文件 背后有何秘密 一号文件是指中共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 虽然是一个排序的问题 但却是信号导向和标志 排到一号和最后一号影响肯定不一样 中共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 连续五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时隔18年 2004年一号文件 针对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的情况 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把三农问题作为主题 这体现的信号就是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 东新闻军统计 迄今连续15年 三农问题都是一号文件的主题 那么一号文件又是怎么出炉的呢 一号文件起草班底往往包括三部分人员 及相关部门主管 综合部门的工作人员和领导 以及专家学者 整个起草过程包括确定主题 调查研究 起扫文稿 审议通过这四个环节 一般情况下 一号文件的发布并不代表工作的结束 相关团队紧接着要求跟踪调研一号文件的落实情况 并发现存在的新问题 然后通过讨论和工作座谈会 基本确定了明年一号文件的主题 新京暴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 早上文件的主题 新闻 公司 未经许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